今天我看到了一些朋友在推特上 调侃中国的领导机制 他们是这样说的 他说中国有自己的安全屋机制 他们肯定有第二套第三套领导集团 足以支撑灭国三次 在青城监狱里有一套从复国级 到科宿级的领导班的 自古以来被称为陪都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确实有点笑话 但是不可否认 青城撤出两套中央全套人马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两套全套人马 其实不包含科宿级 因为青城只关处级以上 到了副处级 基本上就是阉城监狱了 河北阉城监狱 以薄熙来为带头大哥的这套班的 另立中央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么 把他视为一个影子内阁 或者说这个 谁上都一样 反正都不是好人 但他们的方式不太一样 习近平对抗 西方社会 是完全用那种捏了吧唧的 说一套做一套的办法 薄熙来就不是 薄熙来可以直接的告诉你 这事我们不能干 谁是我们坚持的 要干的事 他会更直接 薄熙来坏的 比习胖更加明显 他在重庆唱这个红歌 黑打的时候 他搞重庆新闻联播的时候 其实都在告诉你 他随时可以另立一套中央班的 他是在叫板 侯文的政权 告诉他们 你选我 比选习胖更好 那有没有这可能呢 你认为真的没有吗 习胖上位就那么坚决 你看看习胖上台以后 在预定的十年换届的时候 他做了什么 他把孙政才抓了 胡春华现在比孙的还乖 这就证明 当年胡温 是有可能打掉西方 选择薄熙来的 人们都说 会闹的孩子有奶吃 胡温时代有很多做法 是属于萧归草水的 基本上没有变 江时代的做法 而且温家宝本人 历史上有背叛的记录 1989年5月19号 他是跟在 赵紫阳的屁股后面 滴落着电池喇叭 共同出现在广场的学生面前的 那个时候他已经背叛了 赵紫阳 可以说 他就像个金牌小密探一样 人们在网上得知 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 很多文件的 十四大文件的 包同 他后来因为 起草文件 获得的这个功绩 担任了这个中央委员 他当年有一个提法 在文件中有一个提法 叫特色社会主义 这句话源于 邓小平的意思 但事实上 他只是一个文字秘书 赵紫阳身边的大秘是谁啊 是温家宝 温家宝因为背叛 在赵紫阳死后 被赵紫阳的家人拒绝 进入灵堂 背叛有代价 是吧 他最终当了总理 那么温家宝本人 在下岗之前 其实是有过一段发言的 他对未来的中国 在政治意识上 意识形态上 有可能会回滚 提出了告解 他对习看的是 比较清楚的 可能说这些 背叛过的人 他更愿意 揣夺 别人的意图 所以他当年的这个预判 是对的 那不去来抓到秦成 就真的会关到死吗 这可能是一种非常残忍的妥协 今天我们并不知道 只能猜 但是在中国 在中共统治的过程中 随时有可能 转变他们的政治地位 这是有 谴责可循的 比如说文革 打倒走资派 第一号走资派是刘少奇 被打倒了 被踩 踩在脚下 是吧 踏上医院之脚 被打死了 第二号走资派是邓小平 为了制衡 周恩来 毛后来启用了他 当然了 跟他历史上曾经三次表态 是吧 坚决不翻 绝不翻 是有关系的 那么想想今天 如果再出现一个反转 中国出现一个 原来被打倒的人 重新站起来 站在政权的第一线 你认为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在中共建立政权以后 他们一直这样做 今天你还是公安部长 明天就把你搞下台 今天你还是副总理 明天就让你去 到工厂劳动改造 在文革期间出现的这些事还少吗 领袖的意志 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命运 中国其实在中共领导的这个过程中 很多人在笑话他们 认为强国人才阶级 监狱都装不下了 贪污罪怎么平反 太容易平原了 你要看他当年的判决书就知道了 是吧 其实真的 在中国未来会出现这种反转 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习胖这一套如果搞不成 就会有另外一套人马 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有点像什么 撒谎玩不转了 是吧 传位给他弟弟 他弟弟不接 然后出现了一个二月革命 二月革命后面出现一个七月革命 最终呢 十月革命 是吧 谁掌握枪杆的 谁统一国家 美国人当年在二月革命以后 忽略了当时政权的需求 变相的促成了共产党 在苏联的掌权 而且西方国家 其实当时也没拿他们当对手 所谓的外国干涉 当时他们都认为 所谓的布尔什维克 只是一帮抓了枪的 马列主义者 这些东西根本就搞不成 在德国他们想搞 在英国他们想搞 在法国他们也想搞 在哪都想搞 但是都不可能成功 但在苏联他就成功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坏的东西 你别认为他已经到至暗时刻了 其实真没到 无非就是像蓝明一样 一个政权 接一个政权 最后通通 都不顶事了 因为时代会变 中国今天每个人都很老实 都很福管 当社会失序以后 其实很难会在短期内 纠正回来 中国社会是没有自己的 纠错能力的 无非是用更血腥的洗牌 以下一个政权 更少的统治者 来分润 中国的利益 每一个朝代的更迭 其实都是这样 大清灭亡了以后 革命派和宪政派 其实是同流合污了 共产党上台的时候 吃公家饭的 只有今天的十分之一 七十多年 切蛋糕的人增加了十倍 而中国经济又被整个世界所排斥 在这个时刻 他们一定会做好自己的预案 只不过每一次顶层设计 尤其是在西胖 登顶以后 基本上都失败了 所以我们像看笑话一样 看着城头变幻大王旗 最终你能看到这个集权 他会崩溃 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力 来供养这么大的利益团体了 每一个趴在国库身上吸血的 这些共产党人 最终都因为 中国经济的体量越来越小 最终会导致这个政权的崩溃 有点像大明王朝一样 这个皇家所得的俸禄 这些秦王 占地 不交租的 十三阶层 占地 不交租的 是吧 改革 包括张居正的改革 都起不到决定性的成果 与其说 是大清入关 不如说 是明末 社会阶层 各个阶层加在一起都挡不住 国家财政的摊派 可能有很多人并不知道一点 在清军入关以前 明朝就有很多边民是自愿逃到 清朝管辖范围内去种地的 因为交的租子更少 更容易活下来 不容易成为流民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 完全有可能会 出现大的动荡 而且共产党即便 试图挽救它 也不太容易成功 从历史的惯性上来看 这个政权 离崩溃其实并不遥远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